那我们来看一下 二分查找 刚才是不是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他在去操作的时候 有一个特点 操作的对象 必须是有序的吧 而且因为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计算密子的值的时候 是不是用到了下标啊 那既然是用到了下标 也就要求他去使用的对象 只能是顺序表吧 这是一个特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二分查找的话 那他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 他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 想一下 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我们肯定说的是最坏的情况啊 那最坏的情况的话 你想我们说的 涉及到二分二分的话 那我们今天学的几种算法当中 是不是一直跟二分对半去比有关系啊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对整个长度对二去取对数 也就说二的几次方等于N吧 我能拆分几次 那你想二分查找的最坏情况 是不是就是logN呢 对吧 那紧接着再看了 那最优时间复杂度呢 最优时间复杂度的话 不用说你找到的第一个位置 判断要查找七 结果一定位就是七吧 这就是他的最优时间复杂度 那么跟他跟咱们之间之前 按照从头到尾便利的方式去找的时候 那个的时间复杂度来对比一下 一开始咱们去查找某个元素的时候 是按照便利的方式吧 按照便利的方式 他的最优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有这样的一个序列 我要进行查找 不按照二分的说的话 我得从头到我一个一个进行比对吧 那你想 他的最优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是不是也是O1啊 比如说我要想找0 结果变得出来的第一个就是0吧 那最坏时间复杂度呢 是ON吧 我得从头走到尾才找到42了吧 但是使用二分查找来说的话 他是不是对于你的最坏时间复杂度 是不是有所改进的 我去折半了吧 这就是他的一个改进 二分查找 刚才问大家说了 二分查找也叫做折半查找 也叫做折半查找 要做折半查找 那再一整个关系 我红网